全球隔离饭店到底有多少人 受困废墟当中 现在内部抢救的画面 首度曝光了 赶快先带您来直击 目前警销人员爬过了断圆残壁 深入倒塌的禁止物的内部 不过由于两株倒塌相当严重 就算发现了受困伤者 却没有办法立刻第一时间 把人给紧急救出 担心伤者缺水体力流失 救难人员是用这个吸管 让受困民众补充水分 坚持到平安脱困的耐渴 这里还热量 好 最新的相关连线继续来聚焦了 这个全州隔离饭店倒塌 事发16小时之后 传出了好消息了 现场救出了一位 这12岁的小男孩 让警销人员为之振奋 我们立刻连线严谨 布莱特迪恩来台湾演出 不过回过之后却确诊新冠肺炎 他之前直播又透过经纪公司 发表了声明了 他说因为自己确诊 对台湾的相关的接触人员 需要隔离感到相当的抱歉 不过其实目前不止艺文界 因为当天演出的乐团的成员 很多是大学的教授 也导致了不少大学的音乐系所 紧急停课 媒体报道了 他在3月2号搭机返回了澳洲 当时同班机的 还有另外一团台湾的旅行团 由于之前到澳洲参加活动的 这歌仔戏国宝 廖琼之剧团顾问还有成员 回台的时候刚好就这么巧 跟台湾的旅行团成员 又同一个班机 为此他们特地向民党立委 何志伟 陈勤 希望能够获得协助 万费炎疫情 国内有45例 这错点个案 目前指挥医 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表示的 昨天又有三位确诊者出院了 分别是第18例 第26例跟第29例 目前累计下来 一共有15例 已经解除隔离者都已经出院 这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您 同步来关注了最新的状况 台湾爆发了院内感染 同一间医院有8位的病患确诊 来关心最新的确诊 这案45是同房不同室的 出院的患者 尤其这三位确诊的护理师 也不是照顾案45的护理师 是否曾经有支援照顾 由于时间过久 很难再追溯 最新发现案42跟案45 曾经到同一个检查单位 不过是不同的检查室 而且时间点也完全不同 指挥中心现在认为 关联性还要再持续的追查理清 用餐的问题 最近特别受到了关注 台中这间 这是医院急诊室同仁 就发挥了巧思 自制活动餐桌隔板 避免飞沫接触的风险 让大家都能够吃得很安心 你来看看 这样最多隔成了8个座位 而且还分别取了名字 最夯的这个位置人人都抢 而且这个发根望却是超级冷门 网友大赞创意十足 一天之内爆增了1200多起确诊病例 累计将近6000人确诊 233人死亡 当地政府计划扩大封锁的红色区域 大多数米兰跟威尼斯 都在封城区域当中 不少人吓得是连夜赶搭火车 要逃到没有遭到封锁的地方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28周 也现在通通沦陷 而且烧向当地的政治中心 华府出现了首例的确诊病例 引发关注的是 这位50多岁的病患 没有旅游史也没有接触史 当局已经认定 这是社区传播的案例 另外传播 川普上月底 曾经参加这场公开的活动 事后这位确诊的患者 被证实就出现在 同一场的活动当中 病毒如此的接近美国总统 也引发热议 没有戴口罩 只用手去遮住 让网友骂分 不过如果突然真的想打 喷嚏又没有口罩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机关署现在就发文告诉大家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姿势 用手肘 这样子整个来遮住口鼻 乍看之下 有没有觉得很像嘻哈的动作 等等相关的防疫物资 都相当吃紧 很多人反应想买 但是买不到 台南这个在地的企业家 请了儿子 从澳洲来进口了 六万个口罩 运送回到台湾 而且免费又发送给大人跟小孩 一个人可以领四片 发放时间还没有到 就信了人民中的大排长龙 同样在台南 还有个百年的习俗 由神明出巡 扛着热油锅 家家户户走过 象征除疫防灾 希望能够透过地方的习俗 来除瘟疫 因为没有能力来裁剪 像菲律宾还有日本 美国关岛等地来求助 不过都未获同意 最后由相隔 2300公里的台湾团队 伸出了援手 透过视讯直接来教导 当地的医师 直接如何裁剪 而且把简体空运回台 检验结果尝现了阴性 不过这一次的神救援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就称赞团队 真的比隔空抓药更厉害 部落政府现在也发函 感谢台湾盛举 环队的前线防疫 各个领域专家 现在也通通都动起来 以不同的形式 投入这场战役 为了让医护人员 能够避免接触病患 造成口粪的传染 房间出现了科技尿布 还有智慧接控设备 为隔离者设围离警示 还能够把隔离者的肺部的呼吸 还有心率直接传到 后端的医疗团队 南韩 不过拥有52万多位粉丝的 网络红人一只阿元 先前从南韩返台之后 还没有满隔离期 就公开来参加了 颁奖大典还没戴口罩 引发网友踏罚 对此他透过了影片 再次向外界来道歉 再次向外面